大家好 我是網狗 相信大家應該都對日本娃娃這個東西都有印象吧 像倒酸唇餓啊 會動的日本娃娃 甚至是他們會長頭髮還會流淚 諸如此類等等一大堆的故事 但各位知道為什麼會出事的都是這種放很久 沒什麼人在玩的日本娃娃嗎 據說靈體會附身在有型的物品上面 但是當然太常移動的物品 陽氣太重了 那他們自然就會選擇存放在角落 跟他們生情長得特別像很難型的那種娃娃 所以人型又不常移動的娃娃自然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就像有點大 而我以前也做過很多娃娃的都市傳說 或多或少的一些現象 但我今天更特別了 我直接從網路上買了一個日本娃娃 那在開始講它之前呢 我得先跟大家提到最有名的日本娃娃 倒酸唇餓的故事 1978年的某一天 倒酸在半夜放送廣播節目 節目前半段先放錄音 後半段則以現場廣播的方式進行 倒酸坐在沙發休息等待錄音結束時 突然聽到走廊有人大聲哭泣 於是他走過去一探究竟 發現有兩個男人在說話 其中一個蹲在地上哭 倒酸認出他是70年代的日本著名歌手 南高傑 而在旁邊安慰他的人呢 是一名導播 原來啊 是在節目播放的音樂中 工作人員發現 有一個不明的少女聲音亂入 而南高傑一聽到聲音 馬上就認出來了 正是他一名多年前因病過世 非常非常愛他的女粉絲 那名粉絲一直期待 參加南高傑的演唱會 卻不幸在開演之前 而在倒酸錄完廣播節目之後 剛剛那名安慰南高傑的導播 就說有一點害怕剛剛的事情 所以就提議 找倒酸一起坐計程車回家 那然而在回家的途中 坐在後座的倒酸呢 突然發現公路的遠處 有一個黑色的影子站立著 當車子接近 倒酸才驚覺 那是一名穿著和服 各自哀笑的少爐 就在倒酸意識到 那是個人情的時候 女孩突然升到了半空中 驚人的氣死穿過車子 倒酸嚇到發不出聲音來 冷貌直汗 而全車看到這個畫面的 竟然只有倒酸他自己 一直到第二天 倒酸的老婆跟他說了另外一件事 讓倒酸 渾身更起了雞皮疙瘩 他老婆說 前一晚我在睡夢中的時候 聽到你回家 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腳步緊跟在你眼後面進來 而且那個腳步一整晚都在霧裡走來走去 害我都睡不著了啦 到底是帶了誰回來啊 倒酸 倒酸聽完 打了個冷戰 但畢竟還是沒有發生什麼太特別的事 他一久往常的 局公司錄了節目 節目開錄之前呢 導播又跟倒酸說 倒酸啊你知道 這不太可能 但我必須說 昨天你下車的時候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人 跟著你一起回家 倒酸聽到這裡 又再次起幾個大 但是 仍然 不敢亂想 當天的中午 倒酸接到了另外一份臨時的工作 是一個名為 咒女實夜的木偶戲 全劇只有不幸的女人是由木偶演出 其餘的角色 皆為真人的演員演出 但當倒酸看到那一名假人偶的照片的時候 他簡直嚇到可能都要飛了 因為那個人偶 跟昨天他在公路上看到的女子 竟然一模一樣 然而更詭異的事來了 就在過了幾個小時 人偶被送到攝影棚之後 現場發生了秤出不窮的怪事 首先是寫台詞的作家 家裡發生火災 仿治全會 接著人偶操作師前夜 說自己突然有一個表弟不明聲望 甚至在開演前的幾個小時 演出者突然一一的倒下 躺在地上沒辦法言語 彷彿眾賢一般 等到演員們慢慢甦醒之後 有人提議先去附近的神社或者寺廟 打點護身符貼在休息室 晚上或許才能夠順利的演出吧 接著時間到了晚上 公演如火如荼的進行了 早上的護身符似乎真的有那麼一點效用 但是還是有一點小插曲 比如演出的過程中 人偶突然流淚 甚至是多了一個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員 還有到公演最後一幕的時候 準備被放進棺材的人偶突然全身散掉了 偷手腳落了一地 整個劇場被搶裂的一頓空氣一口罩著 但畢竟觀眾們會以為這是設計好的橋段嗎 所以演員們也為了專業 只要硬著頭皮把它演完了 然而這些事情並沒有減緩的意思 像是只要討論到人偶話題的節目 攝影機就會莫名的壞掉 影像出現奇怪的聲音 或是雜訊 照明燈突然的掉落 導致很多的演員都紛紛的形勢 後來到川跟姐姐認為這個人偶實在是太邪門了 我們快點把這個人偶找個地方供奉起來吧 不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物 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不過前夜適合沒有回應道川的要求 過了幾天 靜置固置的把人偶帶回家給供奉 那事隔幾個月之後 道川在其他節目獲得良好的表現 公司是在舉辦慶工宴 這個時候 在慶工宴的過程中 道川突然得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道川你知道嗎 前夜他突然出現了 一名工作人員用站斗的口吻 在道川耳邊說到 那聽完的道川當然又清又洗 把電話給前夜 並去他的家登門拜訪 然而他看到前夜的時候 嚇了一跳 但他全身銷瘦小了一毫 而且對這幾個月失重的事情 完全沒有記憶 那後來前夜也就到音樂修饒了一陣子 之後某一天 前夜突然告訴道川 自己收到東歐藝術單位的邀約 要前去參加木偶方面的展覽 那道川當然也是開心的說 太好了太好了前夜 你終於得到今天了 那你加油 我一定祝福你 恩 謝謝你道川我也很期待 但道川 你知道嗎 前夜話縫一轉 突然提到人偶的事 我已經把之前那個人偶 送回原本製作的木偶師傅那裡 但我總覺得 還是那裡怪怪的 事情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道川當然對這個人偶已經不再那麼懼怕了 所以他就以安慰的口吻跟前夜說 這樣也好啦 反正 這幾個月 不是也沒什麼事嗎 然而奇怪的事情就是這麼發生 隔兩天 道川突然被通知 前夜死在一場大的狀 重點是死亡的時間 是在一個禮拜之前 那 前天的那個前夜 到底是什麼呢 對 那這個故事到這邊呢 道川他之後的日子 除了會聽到一些奇怪的不明聲音 也就沒有什麼太多的離異事件纏著他了 那十年之後呢 這段有沒有我的故事嗎 也被他們拿來作為錄音帶發送 離奇的是 很多聽了這些錄音帶的人 都說發生了很多怪事 公司就停售了 然後緊接著也有人為了這個 道川的這個之後 出了一本漫畫 不過也據說 這個漫畫作者 永久保衛在作畫之後 也發生了一些離奇的事件 那他下等以後 再也不敢接觸這一則漫畫了 因為真的有道川傳惡這個人 他自己出來講了這些事 所以很多人的人都覺得 應該是真實的 而且最近我覺得酷的是 不過在網路上 找到了這個人物的片段 還有當時他們電視台 錄到一半 設計壞掉的畫面 那他女兒 那他誰獲得 被贈了的 那他誰獲得 那他誰獲得 哪兒獲得 那他誰獲得 那他獲得 那這個人 那天 對 但是我剛剛說了那麼多 我的這隻娃娃 到底跟道川崇尾的那個人娃娃 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其實有太大的關聯 但是我在買的時候 那個賣相有提到 它是一名名牌 它有上百隻的日本娃娃與其他的娃娃 那其中這一隻Sayuri呢 那個賣家還有Gateaway一段 可以召喚出這個娃娃裡面 靈魂的方法 我自己是還蠻好奇 到時候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召喚的條件 以及我們就直接到現場去召喚看看 那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給大家喜歡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Bye 我們有很多人想跟你說 他們有很多人的 我們就在前一人的 我父親都是一樣 我們在前一人的 這是一個人的 我們都說 大家是相關的 有一點 我們最想的 我們都講我們 我都問一些 我們有什麼 我們都講得 我們來指定 感谢观看